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咱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干净很整洁的房间里面 这个沉满其实还是存在的 儿童沉满致命率比成人高 一个是儿童在室内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些比较多一些 另外这就是儿童它的免疫性正在一个快速发育过程当中 专家告诉我们沉满是最常见的悉数性过敏源 而真正引起过敏反应的是沉满的排泄物和尸体 那家中这些过敏源到底藏在哪呢 沉满是以人脱落下来的皮屑为实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沉满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晚上要睡的床 这是排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可能就是沙发 特别是这种布衣沙发 另外比较容易多的像这种地毯 小孩玩的这种长帮玩具 另外可能提醒大家的是家里头积的那个老灰 那个里面是会有大量的这种沉满的引起过敏的成分 专家告诉我们在床上用品中 滋生沉满最多的地方往往是枕心 被子和床垫 而不同材质的枕头 滋生沉满的程度也不一样 最容易滋生的是乔麦皮枕头 其次是羽毛枕 化鲜和乳胶枕相对来说 沉满自生较少 如果您发现孩子在床上或沙发上打闹之后 或是您在打扫卫生 整理床铺之后 总会流鼻涕 打喷嚏 甚至出现憋气等不适症状 提示您可能是对沉满过敏 如果就医后确定了是对沉满过敏 就要尤其注意家中定期除满 对于这种床单 枕套 我们可以要求定期清洗 而且我们是要求用55度以上的热水进行清洗 另外比如像这种被褥里边的这些棉絮 它不可能经常清洗 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曝晒 而且还要有力地拍打 第三个像有的不能清洗的这种长毛绒玩具 我们可以用塑料袋封起来 把它冷冻 家中冰箱这种冷冻时过夜都是没有问题的 冷冻之后然后再拍打 当下正值换季 很多人都开始整理衣物更换被褥 这时家中的尘满浓度会有一个明显的身高 因此在整理换季衣物床品 尤其是在拍打除满时 一定要戴上口罩 避免吸入过敏源 引发不适 另外因为尘满本身是需养生物 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把洗干净的衣物床品 放入真空袋内保存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尘满的滋生 在这里还要提醒您 如果您家中有人对尘满过敏 建议不要用湿蒸的方式 清洁床垫地毯以及布衣沙发 因为湿蒸可能会让这些地方变得更潮湿 反而有利于满虫的滋生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